你参加我们SAT的课程之前 你SAT的分数大概是几分 你还记得吗 我本来第一次考IV rate的SAT课是1100多 所以在上课之前 你没有考过任何的正式考试 没有 那你当时你有就是给自己目标 就是最后正式考试想考到几分吗 当然自己想要上课大学 然后就是听到说 如果真的要考SAT的话 1100大概就是最好 但是那时候刚开始 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就会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体 就会有空空 就想说自己的11500 好像还有非常非常远 然后也不知道 这个感觉很就是不可能的十足 就是说如果自己能到11500 当然是只有 但是那时候感觉这不是一个 真正的课程的课程 你在报名的SAT课程之前 你自己有就是先真的自学 或是在网路上学吗 那时候比较没有 那时候因为是 我们刚开始接触SAT 所以等于是接触SAT 就是在我们这边上课 几乎是从基础开始 那你当时就是有觉得说 可能英文比较难还是数学比较难 就是哪些题型对你来说是最困难的 那时候我 因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现在我对英文比较没有太大问题 虽然英文对我来讲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成绩也没有比较好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数学对英文 尤其是数学有些地方比较好 然后英文就是在阅读的方面 就是我还是抓不到 让我知道 就是 就怎么回答啊这个问题 因为也就是没有触碰过这种 在线上的地址上的SAT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觉得SAT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准备的考试 然后就是虽然考的东西看起来很很简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打维达的时候都是不错的 OK 那你当初怎么会就是想要选择我们的团班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 有一些同学就有去散步 就有上到英文的SAT 然后那时候也想说 自己也想要为了SAT重重看 然后就想说如果刚刚他没有开课 然后在我暑假的时候想说 那就抱抱看能不能就是 通一下SAT 到我那个成绩能不能提上去 OK 那你当时就是 所以你当时包这个课程就是希望自己能从那1500分以上 这是对我自己 我最高目标不错 那在就是我们的课程中 哪些教学的方法或者是练习的工具 就是比如说某卡系统 就是你觉得哪个部分对你的进步帮助最大 我觉得 尤其我觉得就是有还蛮多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会照你的程度来分拌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是 就是刚配到比较就是比较初级的那个反应 但是当当我有反应的时候 我可能老师教的比较慢 然后这些东西都学过 然后我们在好像我身边的人都就是跟我成都不一场 他们就会就是很积极的帮我把他站在路上那一半 然后那时候就是上课的老师就是有上比较难的东西 也对我很有帮助 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是每个礼拜五礼拜都会有一个模考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三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有固定的时间让你模考 然后让你就是用你学到的东西把它真正的坏在这个那个台上面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能学到东西 然后呢就是看自己做一个模考自己把它用在这个考试上面 这样的我房转很大 尤其是我就是我可以不断的练习 然后还有就是在I-V-ray上来CT课的时候 他们会一直叫我们就是每天都要考单子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比较不积极一点 然后就会忘记要背担子的时候 但是因为就是上有上I-V-ray的课 每天都会就是早上都会在那边背担子 然后自己就是最后也有学到了还蛮多单子 到今天也还在用 然后就是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算是上比较难的 但是因为他是小单子 就是老师都会一个一个关心 然后有问题都可以尽量提出来 然后大家在互联一起讨论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帮助还蛮大 OK 那你觉得我们的就是模考系统 因为当初也有使用过嘛 那有没有让你在正式的考试中 感觉到更加的熟悉 就是有信心 哦 对我有感觉到说I-V-ray的模考系统 好像一直都有在因为就是跟CollegePort还蛮接近的 他们的系统有一直不断的在因为CollegePort的 就是这个画面的改变 因为自己也改变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还算蛮贴心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在CollegePort真正的考试的时候 就会发现 诶怎么这个画面好熟悉 就是发现最后其实I-V-ray有在有点像模仿 就是在让我们同学在考他们的模考的时候 也能正在更加的熟悉CollegePort的那个模考 那个考试的方式 所以那时候在考证 不管是在考这次考 还是CollegePort自己出的模考的时候 都会觉得就是比较不会慌张 因为呢我都在I-V-ray考过很多次了 所以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是这样做还蛮贴心的 在课程中就是你有觉得遇到什么挑战或是困难吗 可能那时候就是在考I-V-ray怎么考的时候 看到自己还是虽然自己已经见过非常非常多 但是没有还是看到说没有自己做 就是跑到我理想中的那个单数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点点失落感 但是那时候因为呢还没有结束上课 所以我就想说自己再继续讲 然后呢虽然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有些题目会听不懂 或是有一些概念会比较就是比较没办法给得到 但是老师都会就是还蛮细心的 然后就会能一步一步的帮你回答问题 然后自己在写听的时候有任何问题 都也可以问老师问学生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其实遇到任何问题 像是说就是听不懂的东西 其实都还蛮容易被进去的 因为中文老师还有其他职业模考的方法 很多就是很多的练习也有帮到 嗯好那你觉得有哪些因素主要就是 它是让你SAT分数提升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能好好的吸收 老师教我这东西 然后老师也教我还蛮细的旧的 然后认真上课认真听 通过这些姿势的时候 IVV这一个课程 也有让我实际把老师交给我非常多的东西 让我实际的用在就是练习刷题上面 然后呢 IVV有让我刷很多的题 然后考很多的试 然后练习很多 然后就是刷题还有运用这个方面 IVV有帮助我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从这么低1,000 我从什么出完间可以用 就是进步这么多跳到1,500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老师教授的技巧是 有让你在答题的过程中更有效率的去回答 嗯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 IVV有一直这样子刷 一直刷一直刷 老师也有 教的方式也是用题目来教 所以我觉得当然都还蛮有用的 OK 那你觉得在这个持续进步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让你自豪的地方有什么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能从这么 就感觉一个完全没法达到的目标 就是把它变成实际上真的有可能的东西 让我觉得还蛮自豪的 就是能上 透过这堂课突然能进步这么多 我就会觉得虽然IVV也放心 我也觉得自己就是 就是感觉自己还蛮不错 就是虽然只是真的有那个实力 只是还可以帮我把这个实力展现出来 然后能帮我把它运用在真正的考试上面 然后你这样子让我自己觉得 自己真的能做到 谢谢你这样子能帮助我提高分数这么多 OK 那你最后就是在正式考试里面 你的最后拿到的成绩是多少分呢 我最后就是单次考试是1400 但是SuperScore就是两个 那个英文跟数学加在一起 就是最高的分数是1530 你英文跟数学分别是几分 我英文是760 然后你的数学是770 哦 了解 那你收到这样的成绩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那时候我收到那个148的时候 虽然没有就是我想要1000 但是我觉得哇 我竟然能在真正的考试 考试试上面 竟然能达到这么高的目标 当时候还没上一位课之前 感觉这是已经是有完全不可能的东西了 能到148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竟然能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得到148 然后再知道自己两个成绩拼起来 竟然可以突破1000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自己觉得更开心 就是觉得哇我竟然能做到这个 我一直以来想要做到的东西 竟然能达成我这个目标 就是自己觉得更加高兴 呃这个结果对你申请大学 就是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 呃有有还蛮多的 就是当然现在很多大学都是Test Optional 但是还是会有些像是 呃 Fish Town啊好像Brown啊 还有好像Yale 就是现在都是因为疫情快决事 就是慢慢的开始说 已经不是Test Optional 现在大家都已经要求SAT的成绩了 所以其实就是不管在我这一阶 还是下一阶来讲 SAT 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 然后能达就是能达到这个目标能突破1500 其实对我还已经很有帮助 就是需要投SAT的那几所学 像我能有信心的把它 把这一个成绩投出去 然后能信心的说 我真的有就是这个成绩可以给你们看 这样子 OK 那你觉得在参加我们课程的前后 你学习的方式或者是心态有哪些改变吗 呃有就是像是有时候 就想说这些文法的东西 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都学过了为什么还要一直学同样的东西 但是发现自己上完AV-Way的课 其实就发现说 其实如果没有老师一步一步的教你一步一步的学习 这样子练习的话 其实你还是就算一直输入很多不同的信息 但是你还是没法把它实际运用在考试上 你这样还是没有用的 所以其实在上完AV-Way的课程之后 比起我上试前 能感觉到我自己的读书的方式也变化了很多 然后自己也开始专注于在把实际学到的东西 把它apply在这个考试上面 也有让自己就是发现 其实刷题真的很重要 因为慢慢的开始养成这个刷题这个大的 然后能开始去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这样也是这样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能在其他的考试上面 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原因 那如果请你给其他目前正在准备SAT的学生一个建议的话 你会说什么 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如果现在考不好的话 那自己难过 因为一定就是你的实力还没有被发挥出来 其实大家都很弱潜力 然后觉得只要找到对的方式 然后只要能不断的刷题 然后能不断的认真地学习 能真正地把自己能学到的东西 运用在这个考试上面 然后能继续刷题继续练习的话 一定可以达到你现在的目标 只要能够努力大家都OK 嗯 加油加油 谢谢